首先我們帶您看在花蓮有一家咖哩飯店家 這咖哩醬汁呢全都是用新鮮的薑所熬製而成的 不是用現成的咖哩粉調製 因此呢這個香氣是特別的濃郁 也吃得到薑的纖維口感 這美妙的滋味造就了花蓮第一咖哩的美名 每到假日呢總是大排長龍 年夜格是千萬元起跳 花蓮中美路上每到用餐時刻就飄散著撲鼻迷魂箱 就很好啊 很特別 對 就是在其他地方吃不太到這樣 98分 因為有一次兩分就是來吃不到然後就走了 就是這兩分口丟這樣子 做午虛席讓客人只能啤香抱著殘念離開的 是口味正宗道地的南洋咖哩 厨師老闆是外號Rush的任玉芯 七年齊生 年紀輕輕 在廚房自在從容一點也不Rush 它已經冒泡了 我就可以了 整個香氣都已經沖出來了就可以了 事先熬好的咖哩醬汁爆香煮到沸騰 去骨的花蓮在地方土雞雞腿 下鍋沾染濃郁香氣和金黃色澤 再加進煮熟的馬鈴薯 紅蘿蔔 一起美得冒泡 前面步驟就要先煮透 它要煮很久 你等它煮很久肉爪就不知道爛到哪裡去 新鮮食材製作還不夠味 Rush還有一招古今迷迷 讓咖哩更有滋味 咖哩是放隔夜會比較好吃 所以我們會故意把佐夜 佐夜煮的 先把它保存一些下來 然後把它最好的濃稠醬汁再拌回去 我覺得這老爐老麵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十五分鐘整鍋熟透 再燜十五分鐘入味 加上椰奶就可以上桌 在百米畫布上渲染美味畫作 可能他們是真材食料下去做 所以還會有一些 就是有留下他們 就是在燉的那個食材的那個 這個纖維在裡面這樣 老淘吉的客人一吃就知道 咖哩醬是靈魂重點所在 Rush家的咖哩 和一般用現成咖哩粉製作的醬汁 不太一樣 秘訣全在廚房繁複的細節裡 Rush Ma正美會 花蓮數一數二的咖哩達人 一早就在工作台前忙碌著 今天要熬煮的是養生鮮酥咖哩醬 主要材料很簡單 老薑 南薑 薑黃 組成的薑菌家族 和檸檬香茅一共四樣 這老薑辛辣 然後那個南薑它有一種香氣 可是它又有點那個辣辣的 可是就是沒有它那麼辣 它這個你聞聞看 就是這個味道 比較清香 對 比較淡洋 可是你就是看不出來 它是薑的味道 13公斤的老薑 配上6公斤的南薑 和3公斤的薑黃 組成黃金比例 要煮的辛香有層次 光是洗切洗洗 一共反覆6次 就要花一小時 有時候我們去買回來的時候 可能挑了會去掉很多 你這沒有挑乾淨 你煮出來的醬 其實會有 會有味道 老薑還容易切 南薑和薑黃的硬度特高 就要兒子Rush出馬 因為我以前就很喜歡去新加坡 馬來西亞 就很喜歡吃他們的咖哩 吃薑會是很好 對 非常好 你看 他們說我怎麼都不怕人 我覺得應該是 我這麼多年來吃這樣的關係 我不怕人 真的假的 是真的 你還沒有愛吃它這樣 對 這麼會做咖哩 Rush媽說完全是愛吃的關係 當初為了學做咖哩醬 還專程飛到新加坡 跟當地朋友拜師學藝 才知道一碗咖哩的新香 需要這麼多不同的薑來做搭配 切好的老薑和薑黃 倒進日本進口的研磨機裡 要打成泥 打成泥當然它的香氣 會比較容易出來 對 尤其是檸檬香茅 跟薑黃南薑 這幾個打起來 哇 那真的是 非常香 可是我們不會把它打到 變成是 像粉末這麼細 讓客人還可以吃得到 它的那個 纖維口感 而特飲的南薑 則用更猛的小金剛伺候 那個機器它如果不加水的話 它會完全卡在機器裡面 那個機器就會停止 所以你要一直帶水進去 讓它很順利的可以打出來 可是那個水是不需要的 汁液的確是有些會 它犧牲會犧牲 會犧牲掉 不過還好 因為它大部分的那個 主要的那個 纖維跟它的那個泥都還在 所以香氣是還夠的 用來增加堅果香氣的河果 一樣無法泡製 打到香氣撲鼻 另一頭大鍋裡的沙拉油 由加熱八十到一百度 剛打碎的材料一起下鍋爆香 把水分抽乾 把香味拼出來 剛開始沒有什麼經驗的時候 我們就研發 為什麼會壞掉 因為我們沒有加任何防腐劑 為什麼會壞掉 然後就慢慢結果就說 就是水分的問題 你有水它很容易腐敗 所以光一個動作 都可以煮到一個小時 還得隨時注意火喉 一煮六小時 創業初期大炒菜鍋製作 沒有機器手臂幫忙翻攪時 常常一個不注意就功潰一潰 最難的其實是在火喉的部分 火喉控制不好就是燒焦或是苦掉等等 那都是它的困難的地方 你有教過嗎 早期那是常常教的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以前沒有這個機器 它在那邊運轉嘛 我們早期用那個 一公尺的那個直徑的鐵鍋 然後一次開兩鍋 然後兩個人這樣一直炒 我去接個電話回來就教了 就沒了 如果沒有繳它一直不斷的繳的話 它就馬上底下就沾黏住就燒焦 你是接到女朋友電話講的一個小時嗎 沒有啦 三分鐘就可以焦了 這麼麻煩的工作 很多店家為了省事都用咖哩粉代替 不過Rush和媽媽說 用天然食材煮出的香氣 是食品加工品沒法比的 真材食料加上慢工細活 才有真正的好東西 咖哩是我覺得不困難 就是要細心而已 看它的做法的時候 一道一道的程序要有耐心 72年次的Rush和媽媽 其實是駕槓歹巴郎 高中畢業後考上東華大學資管系 他形容一來花蓮就被這裡的土黏住 不想離開 因此畢業後想盡辦法要留下來 創業當老闆 工作很難找 很難找怎麼辦 你知道自己創業 Rush東想西想 想到了媽媽煮咖哩的獨門手藝 開店應該很受歡迎 於是遊說母親一起搬到後山生活 剛好正美會也很嚮往花蓮的慢活步調 於是不顧親友的勸阻申請提前退休 母子攜手創業打拼 廚房熬煮工作交給媽媽看顧 Rush直奔田裡找明天要製作的材料 好香喔 這真的超級香 年輕人不只有賺錢目標 也有好的理念 Rush和媽媽開店後 四處在花蓮尋房有機小農 找天然無毒食材 鳳林的這片無毒薑田 就是他專屬的器作好物 新鮮的它的味道比較清香 因為那個如果是乾燥磨成粉的話 哇那味道就很重很辣 採州將好就變姜黃阿嬤 然後採州南姜就南姜媽媽 採州琵琶的時候是琵琶大體 年稱南姜媽媽的廖美菊老師 是種姜給Rush的新老農 原本在花蓮高中教生物 退休後在中央山脈腳邊 休養了二十年的土地上 自己自足做自然農法 不灑農藥不施肥 完全野放的種植方式 也提供給學生們 當作最好的自然生態教室 種出來的薑單單採起來 看就是不一樣 怎麼樣不一樣 皮膚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這個地方挖出來的薑 是這樣非常結實光滑很強健的 幾年前廖老師去Rush的店裡吃飯 一聊之後Rush才知道 花蓮的偏僻角落 有一個友善土地 默默耕作的現代神農 於是拜託廖老師幫他種薑 採取器座方式合作 保障價格和數量 廖老師有支持下去的經費 Rush有穩定的食材來源 雙方互蒙其力 一起為親近土地而努力 這個他不會跟我殺價 他只會跟我說 廖老師那如果你要提高價格的話 我就只好賣貴一點 然後我想 消費者要吃很貴的東西 因為我也是消費者 我覺得不忍心 然後我們就會瞧一瞧 盡可能 就是我們收支平衡就好了 那你提供他這麼好的食材 你去他那邊吃 應該要打個折 我也希望他給我什麼餐券 回到廚房 鍋裡的薑泥加進素蠔油 麻油 糖 鹽 胡椒粉 顏色從閃亮金黃熬到內斂的咖啡色澤 就是最基本的咖哩醬底 再依照不同的口味 調整配方變成不同的咖哩醬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用原住民野菜熬製而成的方炸 配上宜蘭南澳的有機慕絲米 就是無獨天然的完美絕配 我這麼愛來這裡吃 然後呢 他做的材料就是我種出來的 我不是很有安全感嗎 就很清楚這個南疆是怎麼樣的品質 我就不用擔心那裡頭放了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鼓勵年輕人也造福自己 真材實料的在地食材一國味 每到吃飯時間總是人潮滿滿 假日更是大排長龍 不過開始的前三年 因為沒有知名度生意浮浮 扣掉成本和人事只能勉強打拼 Rush還得出去上班賺自己的薪水 做房屋這種事這樣 因為它是唯一一個工作是可以 中午還可以出來外面 因為它是業務嘛 然後就工作就比較彈性 所以中午可以出來在餐廳端盤子 然後下午再回公司這樣 他一度想要放棄 還申請到了英國研究所的入學許可 但仔細思考 認為拿到學位後 也許可以進到大公司拿高薪 但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 真的不是他想要的 不想要到了中年再來思考轉職轉業 他決定堅持到底 相信好東西一定有人懂得欣賞 果然第三年後生意逐漸好轉 現在加上網路財配的咖哩包 一年營業額千萬起跳 我自己對我們自己花蓮產的咖哩 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然後品質來源 我都覺得是非常棒的 那我就希望讓更多人知道 童子倆愛花蓮從台北移民後山 和很多人一樣有夢想 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找方法改行動 高薪媽記憶想創業的年輕人 勇敢做開心的事情就容易成功 真的開心 我跟你講一個想做自己的東西 然後造自己的事情去做的時候 是很開心的 花蓮的母子擋咖哩 融融醬汁裡有源源不絕 渾身發熱的滿滿活力 不知道你有沒有曾經跟老虎還有獅子 像這樣子幾乎是零距離的面對面嗎 在新竹有一家老字號的動物園 就推出了這樣的猛龍專車 注意喔 是龍子的龍 也就是說把人關在籠子裡面 然後把你載到猛獸的面前 幾乎是面對面的接觸 所以很多人做過之後都大呼過癮 桃園龍潭的丘陵台地上 每天都會聽見驚聲尖叫 讓人又愛又怕的是 亞洲第一座U型雲霄飛車 試感指數超破表 還有自由落體大怒聲 也讓遊客的心臟快從嘴裡跳出來 一哥國中七點三百 好不好玩 好玩 大怒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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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怒聲有多恐怖 你要不要呼吸 他要不要呼吸 對啊 你叫什麼 年輕人大部分都是美國大西部 因為這邊比較多刺激的 身為台灣最老牌 也是第一家主題式遊樂園 這裡曾經創下 許多台灣第一的紀錄 最高入園人次一年250萬人 年營業額10億台幣 在今年二二八假期 單日就幾近四萬人次 是第二名的三倍以上 大怒聲 那他當初在台灣就是 第一座這種自由落體的這種 遊樂設施 我們右邊看到這個大海盪 那他當初過來的時候也是 全世界只有四艘這麼大 那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海盜船 35年歷史的民營遊樂園最老品牌 強調不斷創新 所以永遠最新 從美國學成歸國 接掌家族企業的第三代執行長 莊豐如強調 創新服務 感動式體驗 是傳承三代的唯一標準 迪斯尼確實它其實是 是我們唯一的指標 就是它不管是在主題 或是在服務的層面 其實都還是我們很值得 學習的對象 所以我們公司的員工 只要是去迪斯尼 是公司是全額贊助 真的假的 對 那我這波出去很多年 其實我想要來這邊上班 真的啊 現在還歡迎啊 最近15年 台灣超過20間遊樂園興起 競爭激烈 加上出國旅遊的風氣興盛 遊樂園的對手 不只在國內也在國外 莊豐如從父親手上接棒之後 最大的挑戰就是 如何在廝殺的紅海中 找到和別人不同的心路 保持領先優勢 那我們就緊張進入我們猛獸區了 等一下我們會先看到的 有兩隻胖胖的是我們的 對 超黑熟 除了年輕人找刺激的遊樂園 莊豐如掌管的 還有年紀比他還大的 老牌野生動物園 一改一班動物園靜態參觀模式 經營團隊參考國外 推出了猛龍專車 遊客關進籠子 帶到猛獸區給動物看 其中最刺激的 當然是勇闖萬獸之王館區 一看到猛龍專車出現 知道解說員會表演餵食秀 十歲之位的獅大王 一擁而上把車子團團包圍 注意不要太靠近龍王 他們的爪子是倒勾撞的 如果我們的手不小心被它勾到 獅子會跟我們手指頭說拜拜的 獅子已經大概知道我們餵食孔在哪裡了 所以他們都會在餵食孔面前擋著 他們有時候很聰明也會自己打開來 隔著鐵絲網距離不到一公尺和獅子面對面 全神感官 震撼教育 多仔細一看有沒有看到公司的臉上有很多的傷口 這就是他們在學習自己主權自己打開 這地方是狂虹下來的傷口 發狂好大 獅子一直狂虹還會打架 很震撼 四十年前台灣遊樂設施並不普及 莊豐如的阿公到日本的宮崎動物園參觀 覺得台灣的小朋友也需要有這樣的野外自然教室 於是捨棄原本輕鬆好賺的高爾夫球場計畫 建造了全台灣第一座至今也是唯一的野生動物園 在早年引起轟動伴隨著很多台灣人成長 從小跟著大人在動物園爬爬躁的莊豐如說 小朋友如果能夠認識動物 眼界就不會侷限在擁擠的都市當中 我覺得他比較能夠包容 跟他不一樣的人或是不一樣的事情 他對於他的眼界或是他的心胸也會再更寬廣 這一區又是另一種全新體驗 溫馴的非洲環尾狐猴不怕生地坐在遊客頭頂 互動零距離驚喜百分百 而這裡不只是動物園 更是舒適的觀光飯店 第一次可以這麼近距離 然後又睡覺的時候可以看到動物 蠻特別的 對不對 你喜歡嗎 不只環尾狐猴在身邊跑跳 在房間陽台就可以看到長頸鹿 犀牛 斑馬 紅鶴 彷彿住在非洲草原一樣夢幻 當初蓋飯店時只是想解決 園區附近飯店不足的問題 但是莊豐如和團隊開會時 夥伴突發奇想 提議加入動物園主題 於是全台獨一無二的動物庄園就此誕生 一開始大家都反應不過來吧 可能都會想老半天說這樣行嗎 有懷疑過 對 有懷疑過 都還沒有發生之前 我們這樣子的規劃自己都會很想去的話 我們就知道這個應該會成功 然後品牌不斷注入新活力 加入新創意 不被追隨者超越 莊豐如期望他的遊樂園 可以是圓門的忘憂股 來遊玩的時候 他其實可以忘卻一切 讓他繼續在充電 他們打造Wonderland 施以魔法 要讓平凡世界Wonderhood 這幾年低基金成了熱門的養生補品 在台中的一家食品業者 為了要區隔市場 特別選用頂級的黑與土公雞 這個養雞場 還挑選在屏東的大午山 除了環境清優 業者特別在雞汁的飲水中 加入了牛樟汁液 而飼料也添加了益生菌 提升土公雞的免疫力 業者堅持採用最好的原料 就是保持競爭力的至勝關鍵 這就是低基金 一滴一滴滴出精華中的精華 一隻雞平均大概滴出一碗的低基金 這個低基金滴出來之後 還要經過我們的手工過濾 過濾後再經過我們的特殊殺菌技術 然後讓裡面打到零生菌 然後沒有腥味 八小時的慢火蒸煮 一隻雞只能滴出一碗雞精 還要多次過濾去油 接著高壓滅菌 我們殺菌負乙一百二十一度 殺菌十五分鐘 過程中不加水 也沒有任何調味料防腐劑 准媽媽淨補很放心 雞味很濃 可是不腥 對 然後喝起來就覺得很有元氣 對 妳也是很怕喝大魚的東西 對 因為孕婦總是會有一些孕吐 會怕一些味道 但這個不會 對 它就像喝雞湯一樣 濃一點的雞湯 可以幫增加小朋友的重量嗎 讓小朋友就是可以 然後頭好壯壯 天然無添加 低鈉低熱量 老闆自豪地說 即使是化療後的病人 也能安心飲用 因為化療後的病人 他什麼都不能吃 而且他吃的東西都要消毒餐 那我們有高溫殺菌 剛好符合消毒餐的定義 依照醫生 還有一些營養師的建議 那是早上空腹的時候來飲用 然後會使腸胃吸收的效果最好 那另外中醫師也認為 那時候是可以軟胃 讓我們的胃慢慢的軟起來 台中市這家製作低基金的老字號食品工廠 過去多是幫知名餐飲集團做代工 工廠的生產線整間忙不勤 老闆周蔡欣卻選擇加入低基金的白熱化戰場 他的想法很單純 低基金是我認為很少數真的很好喝的東西 然後他對身體就那麼樣的營養 又是完全好像應該是沒有什麼很大的一些危害身體的因子 那又很容易吸收 所以我是覺得很難得 為了尋找適合的雞汁 周蔡欣南北奔波 踏遍大大小小的養雞場 最後終於在屏東大午山找到心目中的遺想雞 這裡三年水秀 那是大午山的一個心臟地區 那我們當初第一個我們高選機場 就是希望大家早晚溫差小 那機制比較不容易受到感染 我們的附近全部都是樹林 那我們希望說它有一個好的環境 那另外我們跟人家不一樣的是 我們當初有嚴選的 都是熊啾啾氣昂昂的黑魚子公雞 那我們為什麼選擇公雞 因為公雞正好在青春期 那非常的鬥志高 那我們認為這個雞 喝起來有相當好的一個口感 養在青幽大午山 有完整生產履歷的黑魚土公雞 不打生長激素 喝的水還加入牛樟汁液 提高雞汁的免疫力 飼料當中更加入益生菌 自然養成16週的黑魚土公雞 就是低雞精的最佳原料 周老闆不惜成本 他認為食材原料就是他的競爭力所在 他大方開放機場 讓消費者親自到現場參觀 看看喝下肚的東西 工廠是如何用心對待 儘管起步的比較晚 低調的周蔡新坚信 不怕神一樣的競爭對手 就怕自己能準備好 現在他結合古法煉製和現代化科技 挑戰養生市場充滿信心 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黃麗珍 歡迎收看福岡1001個故事 位於日本南部的福岡 也許您不是很熟悉 但提到伯多也許您就有印象 其實伯多就是福岡 著名的伯多拉麵就是誕生在這個城市 獨家熬到濃郁的豚骨白湯 加上秋彈吉西的麵條 使得伯多拉麵穩坐南方法主位置 就有人為了品嘗這碗濃郁美味 專門飛到日本 而除了是拉麵的故鄉外 福岡也是本島內櫻花最早盛開的地方 處處陰吹雪 美得讓人分不清是虛擬還是實際 一年期待就只換來這七天相會 春暖盛開的櫻花告訴人們 春天來的消息 這一刻滿身白雪煙紅 滿城又燦爛一片 風吹花瓣就像是華晨千千萬萬之 胡蝶飛舞 我和朋友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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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朋友一起吃吃的東西 我和朋友一起吃吃的東西 我和朋友一起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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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三四月花開時節 櫻花淋下總有著落意不絕人潮 幸福滿意上心頭或驚喜或震嘆 不管是拿起相機捕捉刹那的美好 還是騎著車徜徉其中 日本人迎接櫻花 從白天到深夜已經達到瘋狂 这叫做花剑热潮 为了疯狂追求这个樱花的足迹 这一对母女从下午就来到这来占位置 她们预计要欣赏樱花到半夜的十二点 那她们准备的器具非常齐全 有这个瓦斯卢 瓦斯卢准备烤鱼 OK 怕没有灯 还自备这个电灯点灯 来欣赏叶茵 怒放的樱姿当背景 一度让人分不清是虚拟还是实境 在樱花林下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拘谨的日本女孩借此喝酒 大声谈话彻底地放松 这才发现原来她身体里 其实住着一位鬼龙金怪 为了这一整桌樱花餐 花见母女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张罗 神正海味齐全得很 玉子焼 这是鱼鱼的鱼鱼 这是腐鱼 腐鱼 日本的腐鱼 煮鱼 煮鱼 还有鱼鱼 韩伯格 肉团子 鱼鱼 鱼鱼 福岡的大豪公园里 有太多太多的花剑模子 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这一片美好 福岡是日本岛内 最早盛开樱花的地方 在慢慢的一路往北绽放 这时候公园里 街道旁 山间 河岸 全都沉浸在花海里 樱花树大部分时间 它只是静静地作为绿叶的陪衬 也只有春天到来才献方宗 从花开到花蟹 只有短短七到十天 当花瓣随风飘落 犹如人生的无常 更应该珍惜当下 日本人让美还要更美 在夜幕低垂时 河岸边一盏盏投射灯 金黄 紫红不断变换 招得夜阴饶腐失忆 福岡里有万海宣言 花朵云成缤纷云彩 夜阴水中倒影 成而种朦胧美 自古以来就深受日本人喜爱 春游赏花 已经是日本一千多年来的传统 如果说櫻花是日本人的精神食粮 拉面就是名副其实的宝餐圣品 进到拉面店 不管是男女老幼 吃拉面必定是半洗法 吃的时候特别要稀里糊涂 透过面条 就顺势将汤汁 一并带入口中 中三的 这边来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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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是硬的 但是麵的味道 也很高 酱油也很高 煮辱的味道 非常美味 董果拉面还有伯多 臀恩古拉面而伯多 就是在福岡 流津市区的那柯川 以西是福岡 以东是伯多 两个城市并列四百年之久 到了明治时期 改制为世时 福岡就胜出成为市民 但谈到文化传统 大家还是习惯称伯多 伯多拉面之所以出名 就是因为它的面条 属于极细款 搭配的是熬到浓稠的 乳白色团骨汤头 撒上一些葱花和配料 就是正宗的伯多拉面 麵を上げたら もう伸びるだけなので だからもう早くやらないと 柔らかくなってしまう だから早くて やっぱりスープは 早く提供しないと スープもやっぱり冷めてしまうんです 進到拉面厨房 就像是上战场 清一色全是男性 各个精神抖擞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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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うぞ 每天要应付成千逃客 三分钟内出面是基本功 而且还有个不成文规定 内外场都要是型男帅哥 そうです うちはイケメンしか集めていないので はい イケメンじゃないと 採用しないですね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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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僕 どうぞ 二次战後 從中国被遣返的日本人 開始經營麵攤 因為拉面價格便宜 又營養豐富 成為物資缺乏的战後 一個重要的庶民食物 庶民中 很多都是勞動階級 勞動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 因此需要補充鹽分 所以拉面的湯頭口味總是偏鹹 為了拉面 日本人發展出獨特的吃麵文化 一起進到這裡 它不是一個KSU中心 它是為了成就二十分鐘的美味 おいしい 為了傳達拉面的純粹美味 每個座位都用木板隔開 還有帘子低垂擋住前方視線 為的就是讓女性顧客 沒有顧忌 專心地面對拉面 這家即將賣入一夾子的 博多著名拉面店 用機器點餐領取票券後 還有拉面喜好單可以填 從湯頭濃稠到清淡 以及蔥花玉子增減和麵條硬度 都可以自由選擇 它還是九州 豚骨拉面加入辣椒的十組 只是吃拉面如果移到了室外 那又是另外一種全新的飲食文化 夜晚的屋台料理 可是原汁原汁原味的福岡獨享限定版 在蘊河兩側 木板架起一個個空間 每一個屋台攤位都是一份美味的 從天附羅 從天附羅烏烏烤 生魚片 早拉面 甚至是調酒 應有盡有 進到聯後 就像是進到昭和時代 讓人沉浸在懷舊風和十足的人情味裡 乾杯乾杯 屋台老闆的熱情對於生意有絕對加分效果 許多日本人下班後就喜歡來到這兒 可以輕鬆小酌 談天說地 這和幾乎密閉的拉面獨享空間 有著截然不同的氛圍 有著戀 有著戀 又 meetings 有著戀 場地bol天出身 la20個 高招待的角色 又是傳us 有著你 在 viviu 這個群太遛 還說екст 有著 fib Jest 能够在屋台里当上老板的 可都是有着十八般武艺 他们等要经过消防卫生训练 还要有过人体力 因为这些木板到了白天 就得收成一个小木箱 再把空间还给人心道 有人说屋台就像是台湾的路边摊 不过别被这个路边摊的名词给骗了 因为它的交费动辄台币千元起跳 而且是不能刷卡的 光是一盘小碟就要日币八百块起跳 和台币两百四十块 因此绝对不是庶民价 但景致可是无价 屋台运河旁上有垂音 下有黄色 红色 粉色 郁金香 珍奇斗艳 这个二次大战后 出现在荒废城镇上的 简易移动式餐饮店 没想到成为今日福岗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街头传奇 欢迎回到福岗一千零一个故事的现场 就在福岗的外海还有一处神秘岛屿 它是日本第一个海上牧场 叫做义奇岛 这个义奇岛有半个台北市大 人口却只有三万人 一直到现在 岛上还维持着原野风貌 干净无暇的金黄沙滩 是用钱也造不出的人间仙境 每天吃很老的海鲜 成了岛民最幸福的事 重点是岛上发展牧牛业 一万只的义奇牛从小看海 吹海风长大 没有污染 健康成长 因此义奇牛以软嫩香甜著称 成了岛上让人陶醉的美食 来到日本自然不能错过 著名的和牛料理 一奇牛是九州的顶级牛肉 在铁板上煎得直直做下 既飘散出牛肉香气 也不断触动着未来神经 让在场的人 不不平平擦口水 一番的特徴是 这种油脂的良心 不用酱料光撒点盐巴 义奇牛的软嫩香甜 就在嘴里大爆发 已经在岛上和义奇牛 文武二十多年的食堂老板说 顶级的牛肉纵向切开 油脂分布如雪花 不用品尝就已经散发迷人魅力 要挑战它 就是来个清烫雪花片 日本的和牛吃起来就是很软 然后吃下去就不用什么咬 就可以直接吞下去 就非常好吃 滑嫩多汁几乎是 蒜牛肉的代名词 一头七百公斤的成牛 最顶级的前胸肉和肩胛肉 就适合用来清烫 但一头牛就只有2.5公斤 所以这么一片入口 就要好几百块 为了做出好吃的料理 还有专门的女性牛师傅 不同于其他餐厅 在厨房忙碌的全是女孩子 老板秀说 就是因为美食当前 所以要由美女来长勺 我现在看到的小鲤鱼 是最美的小鲤鱼 谢谢 谢谢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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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海上牧场 岛上一万多头牛 共享一万三千三百公顷的空间 每天面对着无敌海景吹海风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都像是掉进了幸福国度 牧草经过海风吹风 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因此很自豪 养出了入口即化的一琴牛 第一次在日本全国的地域还没有那种地域 这就是第一次进行的地域 以前全国市场价格比较高 一千多年前 这里是中国和日本贸易往来必经之地 岛上还一直保留最原始风貌 牧草 绿地比居住空间大上好几万倍 一尘不染的金黄沙滩 中年有清澈海水陪伴 交织成大片林蔭 少了人影 多了分雅致 也难怪这里被称为世外桃源 一祈祷的清澈就从这个鱼市场开始 这里有大量很老的鱼货 鱼 钓鱼 鲫鱼 章鱼 比目鱼 再到龙虾 刚下船 每一尾都还活蹦乱跳 鱼市里亦深深拍卖 跨破一夜的极境 仔细担详着鱼货 忙中井然有序 极少有陌生人造访 一直看到我们 鱼家们害羞地肯 是非川普代媒体的 台湾和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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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上你们火吹ranch 海后若有一天 海水它有的三分之三 海南河和飲料 海南河和飲料 海南湾和飲料 地上鹿和飲料 海南河和飲料 大雨川飲料 海南河大河四季 以海鲜为主食 在海洋资源日趋溃滑的今日 海岛居民感受更深 得来不易的物产 在大厨手下刀刀精准 一点都不浪费 各式鱼类 龙虾 贝类 编组成缤纷的刺身拼盘 岛上料理简单为原则 光是个炭烤生蚝就够让人陶醉 宛如已经悠游在大海里 海鲜豹发出鲜甜魅力 凡人无法打 因此岛上待客之道 就是热情地搬出海鲜BBQ 在往南端的九十九岛前进 这里的岛屿密度居日本之冠 海盗船就穿梭在明年长达25公里的岛屿间 穿越珍珠仰值区 风影望去竟是沉降海岸 顺势勾勒出的错综复杂海湾 海上奇岩千万年来各有各的领地 物不相伴 就精密地躺在海上 人在其中仿佛进到泊墨山雪里 心得随静转 因为一切渲暗 转眼就成泥烟 海上天气都变 不时传来云雾还有雨飘 更增添九十九岛的朦胧美 说是九十九岛 其实整个海域共有208座岛屿 九十九岛只是统称 在不同季节 时刻 天后来到这儿 都会展现不同风貌 人间仙境真的风景很漂亮 大家一起来 很棒 我的朋友他已经来这里 已经来到第三趟了 他还想一直来 我也是说以后想再来个第二趟 还是第三趟 我也还会来这边 这风景是非常的漂亮 独特美景只有四座有人居住 大部分都是无人岛 1955年 这里被列入日本本土 最西端的海洋活力公园 在处处人工雕杂的景致里 这里浑然天成的岛屿仙境 就是让人流连不舍离去 福岡不但赢得亚洲最佳城市头衔 还让日本人爱到两度哭泣 究竟福岡有什么魅力 一块来认识 一山傍海从船上眺望福岡海岸 建筑物排列出优美的天际线 城内的每栋建筑 就像是建筑师的服装秀 在近距离观察 人行道和车道一样宽敞 来往步伐显得格外轻松 这个城市几乎有着对美学的偏执 美还要更美 分隔岛或是可植栽空间 春天到来 种下的是色彩缤纷的郁金香 夜幕低垂 就怕蕴河畔 樱花美得太孤单 也在它石榴裙下 衬上朵朵买开的郁金香 因此福岡人笑称 他们每天都是新花朵朵开 福岡人爱美 群体力量大到三年前 环保意识抬头 毕竟垃圾桶完全退出街头 昔はゴミ箱たくさんあったんですけど 環境保護の関係で 自分のゴミは自分で持ち帰ろうということで 最近では街の中にゴミ箱が 少なくなってきていますね 多分そういった問題は起こ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ど 環境保護という意識が高まりにつれて そういった反対も少しずつ なくなっていたのかなと思います 人口140多万 是九州地区最大都市 福岡人平均年齡38.6岁 年輕有国力 許多情報产业就落脚在此 反倒成了流行率先登陸之地 但说新也心不淫東京 老也老不过京都 福岡自成一格的从容生活 反倒摘下亚洲最佳城市头衔 他のことを考えずにこれだけに気持ちを集中して飲んでもらえればいいという 日本人はそういうの必要が必要ですか? そうです 空気好 物価低 租金又是東京的三分之一 福岡成了日本转勤族最想外派的城市 当上班族被派到此地分公司时 已就歸累告别亲友一次 再度外派时又留下不舍累 因为舍不得离开福岡 福岡成了让人两度哭泣的城市 都市美学就建构在人与自然间 感謝您收看福岡1001个故事 我是黄麗珍 我们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